今天地震造成了非常多摔喇叭的惨案 那地震来的时候 非常大的地震 你应该要先逃命啊 你也没办法估你的喇叭了 只是说如果你的地震 你有做好一定的防护的时候 稍微一点地震 它不至于那么容易掉下来 那最常见的好用的材料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你看这样子轻轻推 它不至于会滑动 跟底座不会有 你要很粗力它才会动 这样子 那不至于说你这样手指轻轻推 它就它就开始滑了 这个就是 一般的薄的橡胶片 那为什么要选薄的橡胶 有一些橡胶 它如果做比较软Q 它做厚一点的时候 你压下去它会有压缩 那你只要有压缩 它在释放力量的时候 它就又弹开 你有弹 有压缩 有弹有压缩 你就会抖 你一个不小心抖下去 它就可能就弹掉了 或者是飞出去 摔下去 然后就 嗯好 那 这一种非常常见 很好取得的材料 你在什么大创小北 应该都买得到 喇叭放上去 基本的检查 手指推 它是不是可以滑动 跟你的底座相对的滑动 另外一个就是 你跟你的底座这样 你这样子晃 你这样子晃 它是不是会有 会有那种 奇奇怪怪的抖动 等一下示范一下 什么叫奇怪的抖动 这种就是可压缩的材料 那 你把它压上去的时候 这种 这种 有Q弹的特性的 就是不适合 当你的喇叭电材 可是 即便它可压缩 在某一些场合 它也是可以用的 一些很轻的小喇叭 因为那些小喇叭的 重量没办法 有足够的压缩 它就直接 变成它是只是放着而已 那它没有压缩的行程 它就不会灰碳 那它就可以发挥 这种发炮体的 隔阵的效果 另外一个非常 容易取得的 好材料就是 魔术黏土 魔术黏土在文具行 一定买得到 那平常 你正在 很担心你的喇叭 会摔的时候 你就 撕四个 好材料 你 照它的格子去撕啊 它 压下去它会比较平整 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甚至你半格就可以了 它是 黏到跟你的整支喇叭架 黏在一起 連动的一起动 甚至有可能 它会直接把你的喇叭架提起来 那 其实你只要压久一点 它就整个会黏住了 怎么说呢 这块黑金石跟喇叭架 是用魔术黏土黏着的 现在我可以把整个 整个喇叭架提起来 它也没办法分离 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拆开它 那介绍完 非常稳固好用的电材 那 有一个东西 绝对绝对要避免 就是这个 不管 不管哪个人 用着不一定 真实的学历跟你讲说 我这个博士用什么什么 多层的金属去把它做成 这个 莫名其妙的电材 打磨的 非常的光滑 闪亮 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把喇叭放上去 第一个检查是什么 手指轻轻推 手指轻推 手指轻推它就滑了 请问这种状况 你在地震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上下完全没有吸引力 那 也没有止滑 也没有 有没有办法抑制 侧向的滑动 地震来的时候 它一定会摔 保证会摔 千万不要拿你的喇叭 开玩笑 这种金属 金属块 它根本没有效果 千万不要相信 它最多就只有把喇叭电高而已 这个一定要避免 那 基本上就是 薄的 橡胶片 或者是魔术黏土 基本上这些就已经够了 不要相信那些人跟你讲说什么机械接地 什么叫做机械接地 什么叫做机械接地 什么叫做接地 机械接地是谁发明了鬼扯的名词 不要理它 稳固 止滑 不会晃 是最高制导原则 如果可以最好把它粘死 用魔术粘土 文具行一定买得到 那有人会担心它可能会吐油 这个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 你可以找 一个纸巾 两边把它加压 压看看它多久会不会有湿润的现象 如果有 那你买到那块魔术粘土可能有问题 基本上这个应该不至于有商 甩喇叭跟 有可能商考期 你就选一个吧 毕竟台湾是很容易地震的地方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也ồng得 小心 露法 你 你